唐山女生吃宵夜被打事件最新进展来了 唐山警方已经把主犯陈某志 刘某抓获 受伤的四位女士 其中两位在医院治疗 伤情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两名伤势较轻的 没有入院治疗 其他涉案嫌疑人 正在全力抓捕中 这件事让我很气愤的还有一点 一些评论居然是 凌晨两三点还在外面 女方自己就有很大问题 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请问哪条法律规定 女性凌晨不能在外面吃饭了 白衣女子被那伙人翻来覆去的围殴 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看得我浑身发麻 这不是醉酒打人 也不存在正当防卫 寻衅姿势都说清了 这就是故意伤害 这还是我过的一个地级事 白衣女子只是拒绝骚扰 就遭受到了如此伤害 人们都只敢旁观 不敢上前 其他的地方呢 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 有多少 有多少人遭受过 又会即将遭受到这种绝望到窒息的伤害 我遍体深寒 所以我必须发声 如果大家都沉默 下一个受伤害的 可能就是你我身边的人 甚至我们自己 那群恶徒 不应该也不能继续在我们的社会存在 如果不能将他们神志以法 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最严厉的审判 那么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女性或弱者 敢在深夜里出门吃饭 敢在遭受到侵犯时开口拒绝 也没有人敢建议有威 拔刀相助 而其他地方 怀着和这群施暴者一样心态的人 也会更加嚣张 这些施暴者 必须严惩 一个也不能落下 一个也不能放过 请当局 一定还被打女生一个公道 也给所有可能存在的受害者 以及我们的社会 一个可以呼吸的未来 今天的小语文 严惩 Punish severely OK 我是Nana 欢迎关注 明天继续来听我把罗门阵